大家好,我是二狗,好久不见,跟大家分享一件让我非常啼笑皆非的事情。 上周的时候,我的研究生导师,名字就不告诉你们了,在我们的那个研究生的那个群里面,给我们发条消息, 邀请我和我同门在上周四到他的这个工作室一起喝茶。 我们导师是一个非常喜欢喝茶的人,每周开组会都会给我们泡各种茶喝,一看就是搞艺术的,比较有这个闲情雅致。 然后呢,那个我寻思的就,我跟我同门一起去,到老师的这个工作室里坐坐。 他的工作室在这个上海的嘉定校区,离我们这儿还是比较远的,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周四,因为我们那天不是没有课吗? 然后呢,导师就跟我们说,十点半之前到就行,当时一看我就很难受。 为什么难受呢?一般没课的时候啊,我都睡到十一点。 他说让我们十点钟就到,我跟我同门查了一下那个校车,只有八点有一趟,十点有一趟,十点的肯定做不了。 从我们这儿过去要一个多小时,完事呢,我们就商量了一下,坐地铁。 结果呢,我们本来是商量好的八点半左右,八点半左右就开始坐地铁过去。 因为我同门他在女生宿舍嘛,离我们宿舍还有一段距离,所以我们就约定在不同的站上车,在同一个站下车。 结果呢,这个因为每周四都没有课,我的生物中呢,他就是中午才起床,所以说那天呢,我就睡过了。 我八点五十才醒,醒了之后呢,我发现我同门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。 因为我的手机一般都是开免打扰状态的,所以我没有收到。 我醒了之后呢,他已经坐上地铁,然后当时呢,我们到这个嘉定校区呢,他的这个路线呢,是坐几站地铁之后呢,要转一个这个大巴车。 这个大巴车呢,是到九点钟,要有一趟发车的,然后下一趟呢,可能就要很晚了,可能一天就发两三趟,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 我一看这赶不上了,怎么办呢?啊,我就坐地铁坐了几站,然后打了个车过去,结果我比他晚,比他晚去了半个小时,就是我,他是八点半出发的,我是九点出发的。 但是我比他先到了八分钟,啊,看来还是这个出租车比较快啊,然后到那之后啊,是一个家属院,然后进去之后呢,老师跟我们说啊,他在这个家属院里啊,租了个房子,啊,当成他的工作室。 我进去一看呢,墙上贴的全是画,客厅,非常大的一个茶桌,上面摆了这个茶具啊,茶叶啊,还有这种刷这个茶具的刷子,非常专业。 然后呢,这个阳台上还种的有树,种的有竹子,啊,还有盆栽,反正非常的这个艺术啊,文老师说这就是什么文人艺术家都要有,要有竹子,啊,梅兰竹菊,啊,是这个意思。 然后我们就坐在座上聊天,每周例行的这个,拷问,我们看了什么电影,看了什么书,有什么感悟。 我们老师呀,从他的发言中能看出来啊,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,啊,他用的手机,如果我没看错的话,应该是华为的P50。 我们在聊天,坐在那聊天,喝茶,聊天,喝茶,哎,聊着聊着,我们老师就盯着我看。 我当时就在想,我们是个男导师,我就在想,老师盯着我看啥呢,很奇怪,啊,然后看着看着呢,我们导师就拿出来他那个华为P50那个手机。 为什么呢?为什么我能认出来他那个是P50呢?因为华为那个P50,大家都知道啊,他摄像头特别大,有两块上下的,我觉得那手机巨丑。 然后他就拿着那手机对着我,然后呢,他说,把眼睛摘下来,笑一笑,我当时就很奇怪,他,他可能不太会用那个变焦功能,啊,就是,毕竟我们老师可能也三四十了,啊,与时代有些脱轨了。 他拿那个手机啊,离我特别近,那个摄像头都快沾着我的鼻尖了,我当时啊,感觉这是一种行为艺术,这是要干嘛呢? 但是呢,由于他是导师啊,我是他的学生,啊,从这个阶层上啊,有一定的压制性,啊,然后呢,我就,我就把眼睛摘下来,让他拍了张照,拍张照之后呢,他就笑了,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笑,反正他就笑了。 笑完之后呢,他就在那里打字,啊,我们也不敢吭声,我们就看着他,不知道他糊涂里卖的什么药,打完字之后呢,他说,小孙啊,你长得太像三星堆了,你看,然后他就把他做了一张图片啊,左边呢,是这个三星堆的照片,右边呢,是他给我拍的照,啊,然后,给我看,他还发了个朋友圈,发了朋友圈,他还跟我说,哎呀,你马上就在我这圈子里火了, 我这加了很多人,啊,我们老师是研究这个动画专业的嘛,一般这个老师朋友也也非常多嘛,这个,哇,如果你们遇见这种事情,你们会怎么想,我当时觉得很兴奋啊,老师免费无产给了我一个曝光量啊,后来我看了一下老师那个朋友圈啊,确实啊,有那么一丝相像啊,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放出来,让大家看一下啊, 大家觉得像吗?好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啊,大家如果喜欢的话,别忘记了点赞收藏评论啊,我们下期再见啊,拜拜